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最近几天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大概看到了我们的广告 听到了我们电台的广告 烟花三月下江南 这个是明年三月份的 我们要和世纪邮轮旅游公司一起合作 要举办一个和听众一起和我们的观众一起去中国旅游 去长江三峡和江南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情况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疫情之后 第一次等于是打开了旅游之门 我们开始了 因为这个憋了好几年了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我们电台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就是在一年当中定期的会带着大家前往外地去旅游 那么这一次是经过精心的挑选选择了这一个叫做河轮 我们知道在海上有游轮 但是我们选择了一个长江的河轮 这个真的不可思议 因为当我听到这个价钱2599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2599然后加上机票东拼西搜大概4000吧 差不多可以 但是当我最后确定到这个是2599含机票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行程 2599含机票那可能6天吧 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 13天 这个刺激了 这个高度的兴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旅游它是把这个世界和一个国家都划分成区块 那么划分这种区块 我们有时候在去旅游的时候是叫区块性旅游 比如说咱们去东南亚 没有一个国家叫东南亚 对不对 咱们去南美 没有一个国家叫南美洲 也没有一个国家叫欧洲 但是呢 我们是区块性的选择了旅游的景点 那么这一次呢 我觉得这个区块就是叫做中国的南部 而中国的南部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你说广州是不是南方啊 对不对 福建是不是南方啊 上海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航城 就是上海 苏州 杭州 荆州 荆州 宜州 遗长 长江三峡 重庆加成都 这个叫从这个古代的城市到现代的城市 就是像上海这样的进入 直接到最后到哪去啊 叫属地 这三国的未属啊 对吧 属地 这就高宁就比较熟 说实话 在我的旅游的有限的经验当中呢 刚才说的旅游的区块 我就缺一大块 这一大块就叫属地 这些地方 没虚果 就整个这个重庆啊 成都这一大块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程 而这一次的介绍呢 还略带有点紧迫感 因为这是一个长江的河轮 它是一个豪华的河轮 那么这个时候涉及到仓位的问题 因为旅行社呢 把这个船给弄空了 它不是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中海 或者去那里坐一个豪华的游轮 坐好几千人 那随便你报名 这是一条空的 它大胆的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就是跟1300电台做了这样一个合作 就是把位子全都给我们的听众 等我们的听众不要报名完了以后 还剩多少 它在卖 它在卖给其他的人 所以是这个呢 我们值得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然后这个报名早的话呢 你可以就有更多的挑选那个仓位的余地 它就是叫升仓的机会 对 升等的这个机会 你坐过游轮的人也都知道 其实长江三峡这个游轮呢 这个设施也非常的豪华 基本上都是 这次我们做的就是五星级的这个 恨不得是超五星的这个在长江上面的豪华游轮 所以呢 你当然比较便宜的就是仓位比较低的 二楼的大概算是最低的 然后你早定呢 你可以升到三层楼 四层楼啊 甚至到阳台房最高的那层做这个包厢啊什么的都有可能啊 所以早定早优惠啊 那船舱全部满了以后 您想升大概都升不到了啊 所以呢 这个是旅行社它是一般来说都是这么安排的 那好了 这个行程呢 确实是看了以后啊 如果你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或者去过中国大陆的某一些部分 但是没有去过其他部分的话呢 这个行程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我觉得你在中国大陆多年从事旅游 这些地方你有没去过的吗 我全去过 基本上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但是我依然认为说这些都是这个精华的地方 这个当然了 这个去过没去过 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去过再去一次 就都不都不觉得都不嫌多吧 至少是啊 这个你看他是进上海 进到上海以后呢 马上就去苏州和杭州它都包括在里边了 所以这东西你 它是一个陆海空的 就是地上的大巴天上的飞机和地上的高铁 关键的是在一会宽一会窄的 这长江当中的这个游轮之旅 河轮之旅 对 就是说它长江三峡的游轮 再加上地面的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刚才说的什么苏州跟杭州 这个不是坐游轮的 然后你从重庆到这个成都 这也不是坐游轮的 它游轮就是三峡那一段 就是武昌到重庆这一段 坐完游轮以后您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还得玩啊 所以呢 于是他都有 然后这个这个江南苏州和杭州 如果你说江南游江南的话 这两个地方恨不得是必须要去的 这两个名声太大了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这话不知道传了多少吧 这个白居易的这个什么江南好 风景旧藤安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日出江花红似火 那个春来江水绿柔兰 能不宜江南 这个你没去过的话 烟花三月 原来说是下阳州 但现在咱是下江南了 刚才你说这个古代啊 一提到古诗 让我产生的这个叫悠悠怀古之情 对 你说这种地方 荆州 这不是大义是金钟的那个金钟啊 大义是金钟啊 这个地方我都觉得 带有这个古代的名字的这样的地方 这儿的原来每天早上起来上班是不是骑马啊 你知道吗 都有这种感觉 带有古代的感觉 所谓的古代的感觉 就是说我们去这些七大名城啊 它都是叫做寻找这个城市的特色 什么叫一个没有特色的城市 你到哪一抬头全是高楼 在哪一再往旁边看全是酒店 那没有特色了 这一个城市和跟一个城市不能分成 但是你告诉我重庆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城市吗 成都是没有吗 宜昌 对湖北的宜昌湖北的荆州这种地方 尤其是像成都那简直是 这个当时的这个叫做什么 曲成都啊 刘备这个马超这个兵临城下 然后刘章对不对 哭着把城市把这个成都给了刘备 然后刘备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蜀国 他就是在这称立的 那同时这还有一个熊猫基地 这也是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看的 重庆更不用说重庆在中国大陆 我了解到它是一个网红城 就是很多的网红跑这来叫什么打卡干什么 因为这太有特色 再加上它的餐饮了 然后在这个举国文明 所以这些地方呢 它都构成了叫做地方特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最精彩的和滑彩的部分 乃是在长江上这一行 在长江上 因为有你听那些词啊 什么乌山啊 什么就是这些 就是两岸的这个乌峡 巨唐峡什么的 还有巨唐峡 还有这个三峡塔巴什么的 它这个船呢是行驶在宽窄之间 就是有一些地方是非常窄的 那我是没做过了 但是我感觉好像你伸手一摸摸的旁边 当然摸不到 当然是没这意思 我是说它这种刺激和这种撞杆 这是在地上你没法感觉到的 没错没错 这个长江三峡如果去中国游览的话 应该必须要去一趟 这个然后游三峡 以前那是不太容易的 这个熟悼南那时候那个欠夫背着欠 就是拉着船往逆流而上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 现在当然都是有这种豪华邮轮 让你一边享受着 一边喝着美酒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看着两岸的风光 美丽的风光什么的 挺好的 所以明年3月8号咱就出发 记住了 这是一个豪华的13天的长江三峡 和就长江河轮 或者叫做江轮 然后陆海空三地 然后是七大名城之旅 明年3月8号出行 为什么现在宣传 就是因为时间紧迫 因为这个里面设计到订飞机票的问题 现在设计到升仓的问题 和人数的问题 2599咱们就起跳了 然后这个电话是626-666-6999 这是市集邮轮的电话 626-666-6999 咱们这今天是礼拜五 也就周末别闲着了 策划一下吧 没错 把这段时间出来 咱们就跟大家 而且再说一下这次 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 报名 所以全程有主持人配同 在那个船上呢 跟大家一起来共度美好时光 626-666-6999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中国的一个电商平台拼多多 他美国版的这个购物的网站呢 在美国其实已经来了一年多了 去年9月份来美国登陆 那现在呢 引起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 原因就是说 很多的消费者都上到这个 这个电商平台当中去购物 这个美国版的拼多多是叫什么呢 叫Temu T-E-M-U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呢 大概都上过 如果你没上去过的话 至少你在 不管是上这个社群媒体 手机的社群媒体 还是电脑的这个社群媒体上呢 基本上也都看到过他们的广告 这个呢就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于是这个Vox这家媒体的记者呢 就专门对这个事情啊 写了一篇比较长篇的报道 以他自己上去的这个亲身体验和经历啊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先问问 你知道这个T-E-M-U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它是两个英文字的缩写 叫Team-Up 就你可以叫它合作组合法律 怎么意思啊 所以这个词的发音呢 那是五花板门 有那T-M-U 有人T-M-U 有人T-M-U 但是比较多的就是T-M-U 或者T-M-U 今天我们给大家 与其说是介绍这个网站 不如说是简单的呢 来分析一下 它这个网站的特色 那么这一个电商的平台 因为我们给它做了 它支付给我们多少钱呢 人民币加美元加欧元 一共是零 我们并没有拿它的钱 并不是给它做广告 那么这给了我们足够的一个自由的空间 我们可以批评 我们可以指出它存在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产品展示 你从上面买过东西吗 没有 我现在要给你展示 我在上面的购物经历 我先给你看一个东西 这是大家需要看视频 这没办法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给大家看看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吧 你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 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 导致了我掉入了它的陷阱 这个陷阱也是带引号的 这是一什么东西呢 这东西在亚马逊上还没卖的 你看着啊 这个干嘛的知道吗 这是弹钢琴的人练习手指的 你知道世界上存在一个这样的东西吗 你根本不知道知道吗 而且这玩意儿 亚马逊上没卖的 而且特别的便宜 一两块钱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两个啊 我只拿了一个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你做的 没事练习手指的 这么一个玩意儿 由于我上去看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导致我本来没想买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买了下面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这是练这个握力的吧 不是 吃螃蟹的 和坚果 这玩意儿 有红的绿的蓝的 五个可能一两块钱 我都便宜到这样一个程度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钱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买这五个不同的颜色 我拿了两个给大家看看 就这两玩意儿 就这玩意儿 拿了以后第三天就坏了 因为它一加呀 你看这地方嘛 拖了它就 脱节了它就 就中间的连接的这个地方就脱节了 但是你能退吗 当然不能 好几个礼拜从中国大陆寄来 就两块钱东西往哪退啊 没错 活该了 这就是目的 然后再接着再问你 我没想到买这东西 我再看 这是干嘛的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这个节目需要大家看视频 这是盖菜的 对 盖菜干嘛 这菜干嘛要盖啊 我盖它干嘛 你做好了 你不想量 太凉了 又怕有苍蝇 对 好 不对 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微波炉里热东西 哦 这个是盖在微波炉上 它是盖在你那个盘子上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张湿的纸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碗啊 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它九毛九孩还是三毛钱 我忘了 我瞎说了 太便宜了 这帮商一盖 你就热菜了 对它不会爆出来 它就不会爆出来嘛 对不对 而且它是能够进入微波炉里热的 好了我这一展示 大家以为我这是促销呢 对不对 都不是 这就是我就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析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网站 它在精心研究了其他的电商的网站之后 这是它的主攻策略 就是什么呢 用非常第一 是第一连的价格 哎呦 一块八毛三 从中国大陆寄来 这运费都不止啊 都不止啊 对不对 然后 突然之间你会发现 这是干嘛的 那是干嘛的 怎么没见 铺天盖地的这个设计精美的产品 小玩意儿 生活的小玩意儿 哗哗哗就出来了 然后第三就是 当你选择了一个以后 其他类似的产品 蜂拥而至 来进入的这个 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网站的呢 是本台的一个我不想点它的名字主持人 他在一次对话当中 无意当中 向我推荐的 他说他也是这样 他上去以后 本来要买一个东西 结果 买了十个 不光是买了十个 在上面足足待了两个小时 没有下来 所以其实 所以在这个分析文章当中 他有一个记者 专门上去亲身体验了一下 然后他的这个分析当中呢 他就说到了说这个 他就拿Tamu和这个Amazon 亚马逊做了一个比较 还有什么Walmart 就是这些 对 他做这个 他做比较的时候呢 他两点 总结的还不错 就是说 Amazon的这个网站呢 他提供给人们 就是改变了人们购物的 叫做便捷性 也就是说你上Amazon的时候呢 你不会像上Tamu上头去乱找东西 你是知道我要买一个 比如说是什么电子产品 或者什么随便讲一个东西 照相机 然后你去打上照相机 他啪的一下 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品牌的照相机 的什么价格的什么 全给你列出来 然后你在里头去挑 这个是非常便利的 可是你到了Tamu呢 是你不知道你要找什么东西 于是呢 他特别完善了 就是说满足了人们的 叫做冲动消费 冲动购买的这个欲望 于是他还居然成功了 因为他走的东西你看 他那个东西哈 在照片上是特别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在网上 在那个社交平台的那种广告上头 我看了很多 真的是特别好的 看上去那种衣服啊 又便宜又好 当然我没去买哈 但是看上去就特别好 而且这个是Tamu的他的这个口号 他在美国的超级杯上做那个几百万 30秒钟几百万美元 几百万美元的这个超贵的这个广告 他就宣传他的宗旨 他的一句口号叫做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购物 他的英文就是shop like a billionaire 像一个十亿万富翁一样的购物 对他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到我这购物就像亿万富翁一样 别考虑那个物品的价钱了 因为我这东西都很便宜 一个十亿万身价的人去商店买东西 他会拿着那个标签看一下放下来 看一下放下来不会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个十亿万富翁他买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特色 这个是天目呢抓住了 那个特色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东西独一无二 我希望这个东西不要是大众型的 我希望这个东西只有我有 专门给我做的 专门给我定做的 量身定做的 那这个呢就是天目的一个重大的幻觉 他带给购物者 我在这呢不得不敬佩那些设计这些东西的人 你不要忘了这东西他从屋到有 得有一个人脑子就想出来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那个洗手液 有那小瓶子一压 对不对 那个就出来了 但是还有人家用肥皂啊 你用那个肥皂 洗完手以后放那个小盘里 小容器里 对 那不是湿 把那肥皂钱给弄了 对不对 华了 华了 就这么一玩意儿 我没买 我看了我真的是赞不绝口 大概几毛钱 一个小玩意儿 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东西 我无法形容啊 就再用语言 但只是说他让那块肥皂竖着放 然后那个水滴到下面一小槽里头去 你知道吗 就有些人他就观察生活方方面面 一个牙刷怎么放等等 就观察了以后 他就设计出来以后 这东西一个塑料的玩意儿能多少钱呢 你知道吗 可是当你买了以后 你知道你得到了一个什么错觉吗 我家有你家没有 你知道吗 你得到这样一个错觉 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东西有几万个 你知道吗 在网上销售 但是他就给你这个错觉 但是至少你在Amazon上 在其他的 在Walmart的网站上没有 这些东西没有 这些东西他还做到了 没有这些东西 听了这么多 咱这话还没说完呢 等会咱们再慢慢想 这网站 我们从他的前世今生 以及未来 好好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主要的目的是看到 一个电子商务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互动 以及它的走向